4月12日晚上,美国总统特朗普转发了解雇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安东尼·福气博士的呼吁。 此前,福气博士曾经表示,如果美国在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期间更早地关闭,可以挽救生命。 特朗普在4月12日转发了一名前共和党国会候选人的推文。 这名候选人在4月12日接受电视采访时引用了福气的言论,并在推特上说,是时候解雇福气了。 特朗普过去多次在推特上批评官员或者敌人,而不是自己批评。 这条推特引发了人们的猜测,认为特朗普已经对福气博士失去了耐心,可能会解雇他。 白宫也并没有对特朗普的转发发表任何评论。 作为对抗新冠病毒的领导者,福气博士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声望和好感。 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,他曾在一些科学问题上反驳或者纠正特朗普,包括抗瘧剂药物抢绿捆是否对这种病毒有效。 在CNN的采访中,福气博士被问及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,该报道记录了向白宫发出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早期警告。 这位科学家承认,最早的关闭这个国家本来可以挽救生命,但他警告说,这其中牵涉到很多因素。 福气博士表示,显然,如果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开端就好了,但我认为你不能因为一个因素就说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境地,这是非常复杂的。 福气博士在接受采访后受到了更多的指责,特朗普4月12日还在推特上谴责了纽约时报的报道,称其虚假。 现年79岁的福气博士自1984年以来一直领导美国联邦传染病局,2008年,乔治·布什曾经授予他总统自由勋章。 公共健康危机期间的一项民调显示,美国人对他的信任超过了对特朗普的信任。